我們今天仔細看了一下 這在我還是要講 我忍不住 因為我們團隊很認真 我們就特別看了一下 昨天才發布 防疫措施 口罩的規定清清楚楚寫在這裡 你王必勝照著念就好了 你照著念沒有問題 那你幹嘛 伏志心靈 自己看 請問一下 你講什麼戶外散步 不需要戴口罩 你有開過會嗎 你有經過團隊的同意嗎 還是說記者隨便問你 隨便答 還是說你根本就沒有看過 這邊寫得清清楚楚 外出要全程佩戴口罩 我先講一下 我們那晚報不是不支持 這個散步可以不戴口罩 這件事情 我們是支持的 但你講清楚 就搞得大家很亂 明明告訴大家 外出應該要全程佩戴口罩 來導播回剛剛那張 那現在又告訴大家 散步不需要戴口罩 為什麼指揮官要違反 自己的防疫規定 還是說那些都不算 你講的才算 你是突然之間想到了就講嗎 所以大家就忍不住要問你 所以今天這個標題 無不無聊 不無聊 因為這樣子的話 這個李伯彰跟乾女兒 還有你自己戴著小三抱著這個孩子 在公園的時候 這樣的狀況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對不對 在戶外 根本沒有保持距離 對不對 要不要戴口罩呢 然後你看今天也有這個 也有指揮 我不知道是不是指揮中心的側翼 今天在PTT上也開了這題 告訴大家 哎呀 你們這些文盲 你們不會看字 在那叫什麼叫 走路就等於散步啊 當然不用戴啊 我講這麼清楚了 你網路三明自己不讀書 你怪別人 指揮官就是鬆綁嗎 你們在糾結些什麼 韓濱 你中文系糾結些什麼 就是外出不用戴口罩 進入室內戴很難懂嗎 所以塔律班告訴大家 王必勝講的是外出不用戴口罩 來導播再回到剛剛那張 我給大家看一下 外出應該全程配戴口罩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 我這樣換來換去 你會比較清楚 因為指揮中心的防疫規定很清楚嘛 外出是必須要全程配戴口罩 但是因為王必勝胡講一通 大家就昏了 那塔律班告訴大家 指揮官講得很清楚 你們自己在糾結 指揮官的意思就是全面鬆綁 外出不用戴口罩 你看塔律班做這樣的解讀喔 是不是 我覺得他比較像反串 所以到底怎樣 那我就問你 到底外出要不要戴口罩 照指揮中心剛才所公布的這個指引 外出當然要戴口罩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在糾結 散佈運動外出 這幾個界線的關係嘛 因為你照王必勝的說法 他說所謂的散佈 當作運動 這是一個目的性啦 你說不像韓兵 你走過來是上節目嘛 這目的性不正當 可是不見得 我跟韓兵搞不好 節目結束之後 我們想散佈走回家 我們想當運動啊 所以這也許是一種散佈 散佈走回家可以不戴 但散佈來工作就要戴 這個王必勝講 說如果是在公園 然後在這個什麼河濱公園 在運動場所 這個散佈當作運動 可以不要戴口罩 他到底有沒有去這些場所散佈過 就你現在到晚上大概這個時間 你到校園內 王必勝有啊 他有去公園散佈啊 他跟特殊的對象在公園 可是我現在講 我現在講的是現在真正在做散佈當運動的人 你去現在很多小學 或者是這些學校 晚上此時此刻他們在操場 有一大堆人都在散佈當運動 他們走得很近 因為人很多 這不是只有兩三個人在那邊散佈 你現在到河濱公園 就看到有多少人現在河濱公園散佈當運動 這些人走的距離也很近 那這到底是該戴還是不戴口罩呢 照你這種說法 你說不該戴口罩 因為是公園 是校園的運動場 但是問題是他們的距離又很近 因為事實上 現在台灣不是只有 一兩個人在幹這樣的事情 其實很多民眾都習慣 晚上吃完飯 拿散佈當作運動 拿快走來當作運動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在糾結說 那到底是該戴還是不該戴 但是我要講的是 指揮中心在這個時候 不斷釋放出一些這個鬆綁的訊息 我認為最主要的目的 就只是為了替陳時中參選鋪路 就如果今天沒有鬆綁 陳時中就是一個標準的 在疫情這個嚴峻時刻 還要落跑的指揮官 所以民進黨在這個時刻 他不得不要做出一些鬆綁的訊息 讓大家覺得好像天下快太平了 現在我們又要開始開心的過日子了 好日子重新回來了 所以陳時中走了 大家也不用太怪他了 所以所以就是大弟子王必勝出來 這個撒彩蛋嘛 對 他現在做的動作是這個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幾個數據 大家注意一下 英國在過去一週因為BA5染疫的 Omicron的這個染疫者 過去一個星期三百五十萬 日本也很多 這個鄭文燦跟這個林志堅 我們看到兩個人這個逐桌敬酒 不是說不行嗎 兩個人逐桌敬酒 沒有戴口罩 你看拍照這麼開心 比這個Yeah 然後怎樣現在被罰 鄭文燦說什麼 不得逐桌敬酒 規定是在餐廳 但這不是餐廳 是民宅 所以沒有違規 但是考量到高標準 所以請衛生局開罰 等於鄭文燦罰鄭文燦 衛生局各開罰三千元 但是我們找出了桃園市府 來 導播給我 桃園市府的防疫規定 桃園市政府的防疫規定 這個是七月十八號的私宅聚會 來 導播有沒有 找到了 這桃園市府 有沒有 時間點是什麼 七月十五號 七月十五號 也就是說他們違規的前三天 宴席間不得逐桌敬酒 有沒有 避免受罰 宴席間 這邊沒有寫餐廳 就是宴席間不得逐桌敬酒 反正在桃園市府的網站當中 有好幾次都告訴大家逐桌敬酒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病毒就是這樣 病毒會管你在餐廳還在民宅嗎 不會啊 病毒只會距離很近 他就會傳染嘛 所以餐廳還是民宅 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是逐桌敬酒 敬茶 這個是桃園市府七月十五號的規定 而且之前三令五聲不斷地提醒大家 好 導播我們再回剛剛那張 結果今天你市長帶頭違規 你是不知道你們自己的規定嗎 而且這點我一定要強調一件事情 鄭文燦是在欺騙台灣人民 他欺騙台灣人民不瞭解 桃園市民的生活習慣的 其實桃園市民它有一些是都會區 所以在這些都會區你餐飲 可能都是在餐廳 可是桃園市還有很大的一個區塊 比如說我的選區過去巴德跟大溪 它是一個農業區 所以很多民眾都是在自己家宅裡頭 這個請客吃飯 而且它絕對不是兩三桌 我過去跑的行程 一跑就是一百桌 他請那個平安餐 在他家前面的那個廣場 一百就是擺一百桌 那請問一下這樣的一攤 究竟是在民宅還算是餐廳 照你的說法是在民宅 所以可以煮桌敬酒 可是他事實上比餐廳的兩桌還危險 因為他一在他門口擺了六十桌 擺了一百桌 所以事實上鄭文燦很清楚的知道 桃園市市民的生活習慣 跟一些飲宴的習慣 在這個時刻有很多宗廟 家裡頭都在辦平安餐 有很多地方在殺豬公 所以這些人請吃飯 都不會在飯店 不會在餐廳 都在自己家裡頭擺的 而且我還是要再一次強調 他的桌數 絕對不會是兩三桌 都是幾十桌起跳 對嘛但是我一直要強調 這跟地點沒有關係 所以他現在故意在混淆焦點 對啊 都在市內人那麼多 讓大家覺得在民宅沒關係 在民宅大家覺得一桌 就自己家裡頭吃飯 別鬼扯了鄭文燦 你不要去騙台灣人民 桃園的鄉心 真的在家裡頭請吃飯的時候 往往辦這種大型的餐宴 都絕對不是一兩桌的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